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伟强务师 我是九生设计中心的总监 也是九生医学中心的愿务 那么在过去 在一年两年多的疫情里面 我们好像是跟大家是风雨同路 一直的走过 从疫情到现在 我们坚持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仍然的开放 虽然这个是有一点的危险 对我们的员工有一点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民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直 无论是医疗中心跟社区中心 都照样的开放 那么过去我们的医疗中心 一直是提供这个疫苗给民众 其实现在也继续 无论你是打第三针 第一第二针 如果没打的话也可以 那还有这个加长针 你都可以来到我们最新的 El Monte的医疗中心来接种 现在已经不用报名了 那么如果是做检测的话 我们每逢礼拜四有一个检测 也是在El Monte那里 那面对新的一年呢 我们除了一般的服务以外呢 我们很快就要报税了 那么我们也继续这个免费的报税 在我们的社区中心里面 然后我们更重要 在新的一年 其实也是 是九孙世界中心的三十周年 我们推出一个叫做爱行动 就是我们召聚我们的朋友 一起在这个疫情里面走出来 投入社区的服务 把一分的关怀 在人心最无助的时候 可以一种的帮助 新的一年 我们公主大家身体健康 现在似乎这个是最重要的 什么叫身体健康 不被感染 就是被感染了 因为现在有疫苗了 我们都是小病是福 可以增加天然的免疫力 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 过新的一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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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